我用了6年的时间 从中超出发来培养国祖小将 除了亚洲的荣誉之外 我们还曾经战胜过红魔拿下诗巨杯的冠军 网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六王小将 其中还有很多是转身的球员 以此提高了整体的追求水平 之前国祖的选拔可真就是矮次了一条大个了 不管你怎么选 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人 现在很多球员都在我的联赛效率 毕竟在我的世界里足球很纯粹 流氧也就顺利很多了 阿尔哥关羽和三弟赵龙是我们球队的双子英 阿尔哥已经远走一轮 而赵龙把世界杯当作最好的舞台 具体的球员介绍 如果有人想看的话 我可以单独的出球员的传记 先来看一下世界杯前最后一场友谊赛 这场比赛的对手 也是我们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 近年来足球发展稳定金库的漂亮骨 也是永远一批人才 双方都有不少青年才智 前场比赛也应得了不少关注 虽说是一场友谊赛 但毕竟是世界杯对手之间的直接对话 让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好的比赛即将开始了 加油 不到瑞德 阿哥拿走 麦肯定这些球没穿好 路萨直接找维亚 张铭是天空白天拿发 铁军 手跨都跨都开球 趁热 找小郭 难度比较大 路萨 独斯特 中心漂亮 赵龙 阿哥 阿哥 赵龙的配合被识破了 他们两个也是重点被提防的对象 他们两个也是重点被提防的对象 张铭自己打了漂亮 哇 个人能力 张铭进球了 阿哥 强行轻雷 赵亦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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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云 赵亦轻 我们则 百分之轻 赵亦轻 这球球也不是赵龙的强项 所以那个球 哇 危险 麦肯尼的一招远射 来自尼文图斯的忠诚 现在是尼斯来着 好强 小郭 漂亮 2-0 美国不会如此嘛 美国 对 帝国主义的直奥区 但是对面可能没有用尽权力去踢上比赛 因为就毕竟是一场有比赛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参考诈志的 说的好像咱们用了权力一样 对不对 这是尼斯来为他后腰的前叉 麦肯尼的速门 好几次速门都是来自麦肯尼 哇 你看二哥这球传达 赵郎再三一球 没开二度 枪如惊雷 赵郁一声甘胆 赵子龙参见 中志 引起动 赵郎的规制的错 哇 这个名将可以的 好的 全场比赛结束 国足三比例立刻漂亮国队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世界杯的比赛将正式打响 今天的胜利毫无疑问是鼓舞人心的 这是最终的入选名单 很多都是我们亲手培养的球员 2026年世界杯 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胜败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胜败 是自1994年来再次将世界杯带回北美洲大陆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做好了准备 人翻 起航 对于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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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